马六甲发生火灾 波及三间单层排屋 慈旧志工前往关怀发现 其中有一户曾经是慈旧的照顾户 索性没有人受伤 志工不舍他们在一天之内遭遇无常 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于是安排发放 也给予精神上的抚慰 火灾过后美丽的家园被毁了 但幸好一家人都平安 马六甲发生民宅大火 连烧三栋民房 其中一家还曾试慈旗的照顾户 目前所有的灾民都正式居住在民众会堂 慈旗志工及时送来未问津 还贴心准备了日常用品 活灾无情 人间有爱 重建家园会有希望 戴新闻吴小红 池秋庆 马来西亚报道 在一起